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香蕉超人PokerVlog第11集来了 这一集我们回到了我们熟悉的战场 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筹码 同样也是熟悉的级别 10块20块 那么我们也买入同样的金额 1万人民币 颜色分布分别是黄色10块 绿色100块 蓝色1000块 那让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排局吧 今天由于一开始是一个四人排局 所以基本都是翻前open收持 或者说翻后一枪持续下注就收持了 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波动 所以我也只能先给大家带来两手小底池开开位 那今天的第一手牌 是我在小盲卫拿到的一个A10黑桃铜色 之前的行动是装位Limp 并且Limp的都非常犹豫 随后我选择加注挤压到100 装位跟注单挑 翻牌是A勾三两个草花 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持续进攻的牌面 并且结合装位玩家翻前犹豫的情况 这里就非常确定 我们的牌一定是暂时领先着的 于是我随意的持续下注100 装位7牌 我们顺利收持 这个时候总算又来了一位朋友 场上变成了五人桌 我在COA拿到了一个68草花铜色 面对一个Stradle选择Open120 只有Stradle跟注捍卫单挑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之前我一直习惯是蓝色筹码代表100的 于是我就很随意的扔了一个蓝色 两个黄色 这个时候Stradle玩家非常惊讶的看着我问说 你加注到1020 我这才注意到我扔错了筹码 不过好在我平时都有喊加注数额的习惯 这把牌也是同样 我在扔筹码的时候是喊了120的 所以我只要把蓝色筹码拿回 默默的换成绿色就可以了 那翻牌是770两个方片 我们虽然只有一个卡顺听牌 但是在只有Stradle防守的单挑范围中 对手也会是有大量miss的情况的 我这里选择持续下注小注100 即使被跟注 我们也可以利用位置和后面有利于我们的出牌 继续进攻给Stradle施加压力 不过在我们下注100之后 Stradle是马上选择了7排 话说一把牌一个小朋友 到今天第三把牌的时候 桌上已经增加到了6名玩家 是一个标准的6人桌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把牌是我在小忙位置拿到的一个A圈不同色 之前是coopen到120到我之后 我是毫不犹豫的选择随bet到560 这边我想暂停询问一下大家 因为我个人是不怎么喜欢有太多冷口策略的 但是在这样现场的朋友牌局当中 总是加注几 有时候总会显得格格不入 那观众朋友中有没有有不错的那种不错的现场翻前策略呢 可以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哦 那说回这手牌 在我随bet到560之后 co跟注 半挑 翻牌是A勾5两个方片 是一个对我们小忙随bet范围算是非常不错的翻牌 并且我们手上也没有任何方片的阻挡 于是我选择常规持续下注380 co跟注 随后转牌是来了一张方片2 牌面是形成了三个方片 那由于我们是在不利位置 于是我选择过牌控制 好消息是co也过牌 一起来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红陶石 那这里我们现在回看 可能是主动下注一发阻挡注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当时我是选择了继续过牌 co也再次过牌后 我秀出了A圈 co是直接选择了买牌 我们顺利的收下了这个3bet底池 今天的第四把牌过程比较简单 我在UTG位置拿到了一对牛仔男孩 Open开持60 之后是co位玩家3bet到160 那对于co位的这个160的3bet 场上的每一位玩家都感到了这个160的尺度排力不怎么样 比如装卫 比如大蛮卫 他们都选择了跟住了这个160 行动回到我这边 那我这里的选择就非常非常简单了 无非就是4bet再加注到多少的问题 5倍还是6倍 最后我选择了一个5倍和6倍之间的数字 900 同样理所当然的 在我4bet到900之后 所有人都弃牌 这把牌虽然只是在翻前收持 但是有三个160的死钱 这把KK也算是物有所值吧 OK我们来看这把牌 我在hijack位置拿到了A8方片同色Open120 只有straddle跟住捍卫 还是那句话 没有一个会做straddle的玩家 是希望自己玩得紧的 那翻牌是来了AK4两个红桃 在这么一个无限有利于我们中前位置范围的牌面 闭眼下注一个小注即可 于是我下注80 straddle跟注 随后转牌是来了一张红桃8 虽然牌面是形成了三张红桃 同时我们也击中了一个两队 但是由于我们翻牌是几乎百分百的朝天小注 所以给straddle留下的范围也是宽似海的 这里我们并不用太过于担心这第三张红桃 放心的下注了280 straddle继续跟注 一起来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红色的9 不过是方片的 在straddle再次过牌后 我选择下注560 差不多是半吃左右 那在这个时候 straddle玩家是明显陷入了一阵犹豫当中 这边提一下 straddle玩家也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玩家 他的犹豫很明显不是在犹豫是否要跟注 而是犹豫是否要加注 并且要加注多少才能达到一个有期望值的气牌率 但是面对这个对我们范围极其友好的公共牌面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气牌 我们再收一池 今天这场牌局的主题几乎可以称之为 我与我的上家的solo 因为今天这场牌局总人数一直不多 而相对只有我的上家游戏范围相对比较快 这把牌是所有人气牌到我上家在小盲位置发起的一个攻击 他开持120 我在大盲位看到我拿的是a圈方便同色 那在有利位置并且只剩下小盲的情况下 我也乐于乐于只是跟注一起看个翻后 于是我选择跟注120单挑 翻牌是勾四三彩红面 虽然暂时我们没有任何击中 但是在这样的盲注单挑战斗当中 我们这个a圈的两高后门画后门顺 很明显还是有着非常不错的抵制权益的 小盲持续下注100 我们轻松跟注 随后转牌是一张红桃a 这个时候小盲选择了过牌 那很明显我们这个顶对a圈的踢桥 在这里就是一个轻松的价值下注 于是我下注300 小盲跟注 最终合牌是一张黑桃6 对牌面并没有太多改变 最后我在合牌选择的价值下注尺度是700 差不多是70%底时左右 虽然我一度考虑过超池进一步极化范围 但是不管怎么样出于种种原因我还是选择了700这个尺度 那可能是由于我们连续击把牌合牌的下注是引起了我上加的一个不信任 加上这是一个盲对盲的单挑 最终它是选择了跟注 我们再次秀出a圈之后顺利的收下了这个2000多的大底池 大家是否记得我Poker Vlog的第一集我游戏了一首 Ghost杂色并且现在Ghost杂色因为Hustler的那个事件已经成为了一首非常热门的起手牌 并且在发生了那个事件后我的视频也是出现了搬运 对于搬运我也正好借这手牌做个声明 相信很多平时都有在看这类型视频的观众朋友也一定听到过类似的声明 那就是我个人一定不会主动联系任何人 希望大家平时多加小心不要上当受骗 那今天这把Ghost杂色过程简单 就是很多个Limp之后我做了一个非常大尺度的挤压 然后然后就收下了底池并且秀了出来 那么我们常规排局继续 这把牌又是我和我的上家的一个solo 之前的行动是Lowjack Limp20 我上家在COA加注挤压到120 那我之前也有提到 我上家今天游戏范围比较宽泛 班前加注挤压频率也比较高 于是我选择用这把在装位拿到的57方片同色 做了一个两极化的SweetBet到400 CO跟注单挑 翻牌是K48两个草花 我们只有一个卡顺听牌 这个牌面虽然看上去比较潮湿 但是在这样的SweetBet单挑抵制当中 我认为还是比较偏干燥的 我选择常规持续下注300 CO直接弃牌了 那原本以为这把牌我可能已经看到了我犯病的希望 但是没想到再翻牌就结束了战斗 那今天这场牌局由于人员不是特别多 并且在我回来挑选剪辑手牌的时候发现总时长也就4个小时 所以挑选出的手牌并没有特别多 而且就如同现在大家画面上所看到的 我们今天是一直有玩Double Board Bound Pot 4个小时一共玩了4次 但是4次我都和公共牌面没有任何关系 两个牌面全都是什么都没有击中 只能做一个默默的旁观者 那今天最后的水位是水上2200 希望下次我能参与到Bound Pot的争夺当中 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 那我们下集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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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